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通过工具 尤其是一些很细微的地方 尤其是理气中要有工具 什么工具 罗盘 罗盘是风水中确确实实的工具 同学们说老实话 怎么用罗盘 这么复杂的罗盘 我也掌握不了 我这里选择这个罗盘是20层 20圈 清朝的时候最复杂的罗盘多少圈 40多圈 七八圈的我会用 再复杂的我搞不清楚 用是会用 但是怎么个解释体系我搞不清楚 理气中的 我都搞不清楚 我估计很多人也搞不清楚 因为理气中太过复杂 包含着阴阳五行 八卦九星 天干地支 信事阴运 人信什么还有关系的 信什么 然后能够测你是什么音 然后属于哪个线 然后应该朝哪个位置 你的船应该怎么摆 而且这个信要用古音来读 你不能按照现在的音来读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 操作这些东西的人 风水大思 有的时候甚至都难免犯糊涂 那江湖骗子更不用说了 我经常在外面走 有的时候摆摊子的要算命的 先生 你的命像很好 我来给你 我命像估计是不错 然后我就是给他回一句话 我说你算命不准 然后妈 我怎么不准呢 说个半天 我说你没算到 我不想让你算 对吧 这个话有半天不大有人跟他说 他叫傻子那里 我就再见 那么李系宗这个复杂的系统 江湖骗子 风水先生难以掌握 我刚才讲甚至风水大师 有的人都难免犯糊涂 所以发明了操作工具 罗盘 罗盘起初只是24番位 配合五行八卦 那么后来发展的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复杂 我刚才讲到了清朝的时候 最复杂的罗盘达到了40多个圈层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 这就好像同学们考试想作弊 最好在最小的一张纸上 写下所有的内容 是不是 这座同学希望不要有这种经验 那么罗盘把天地仍合一 阴阳平衡 五行森客等等风水的原则 以及表现的因素 我这里说 集中 系统 全面 明确 运动 和谐的 全盘退出 和盘退出 这罗盘每个圈 每一个圈层都会转的 每个圈层会转的 它不是死的 不是死的 大家正要把这个像这种20圈层的罗盘要学会的话 大概 两个月 把它的原理真正搞清楚 至少两个月 每一个圆圈都代表着中国古人对于大宇宙 大自然 大人生的 某一个层次的理解 而所有的圆圈构成了一个宏大的系统 那么位于圆圈中央天池当中的磁针 和这些圈层 无论是十几层 还是二十几层 还是四十几层 里面最重要的叫二十四山 有天盘的二十四山 有人盘的二十四山 有地盘的二十四山 不管它多少层 里面肯定有三层 三圈 天盘二十四 人盘二十四 地盘二十四 那么寻找中间的天真 那个磁针和天地人 三个二十四山 所谓二十四山就二十四个方位 他们的对应关系 然后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呢 找到死天地人协调和谐的空间 地址 方位 距离 间隔 高度 这个东西没办法细说的 比方说高度 你姓什么 你的属相是什么 你几月份出生的 你爸爸姓什么 你妈妈姓什么 然后 你的楼层多高 然后你的窗户应该多高 不一样的 这要算的 那现在的房子 把你窗户高度都做好了 你没办法 那么现在怎么注意风水呢 我下面再说 这是风水的工具 所以风水的原则 三大原则 天地人合一 阴阳平衡 五行僧客 风水的书语 六大书语 风水的工具 死这个东西合起来 那么 所以 只要理解了风水的这三大原则 理解了我们身边的自然 理解了人生和社会 本来就是自然的走成部分 那么笼罩在风水上的神秘的云雾 就能逐渐的散开 如果我们说到现在 真要给风水下一个定义的话 那么风水是什么呢 风水就是中国传统农业经济 和农耕文化的土壤上伸展出来的 以古天文学 古地理学 古人体科学为三大支柱 选择和处理 包括延宅和阴宅 这居住环境的一种理论和方法 按照时髦的话说 风水就是环境科学 环境科学 我这里特别强调了 是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和农耕文化的土壤 里面伸展出来 埃及有埃及的景观 有埃及的选择环境的科学 学问 欧洲有欧洲的选择的 但是只有中国把这种东西称作风水 在英语当中 西方语言当中找不到和风水相对应的词汇 西方没那个东西 风水是中国产生的 风水是在环土高原地环境中间最早诞生的 风水的很多原则 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我们中国是风水的发源地 如果中国的风水成了日本的文化遗产 成了韩国的文化遗产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非常的尴尬 非常的尴尬 但问题在于我们就一直在说风水是迷信 自己的好东西不要 我们非要推走 然后如果五行僧客不是迷信 五行万五种大自然的基本组成物质 不是迷信 那么风水就不是迷信 风水就不是迷信 这是我们全面讨论的两个部分内容 那么下面我们要继续谈的话题是风水的世界 风水对中国的自然化的人文景观 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在现代社会里面 风水 我们怎样寻找一个理想的居住环境 我们应该有怎样的人生态度 我想这个问题跟同学们可能关系更密切 我们到各地去旅游 到各地去走着看 古村 古镇 古城 怎么看 那么宽阳明学院二年级的文学班的同学 前两天到红村西地 我不知道大家看出什么名堂没有 我想通过我下面的简单的介绍 大家以后再去看 可能就能看出味道 所以下面我们就谈谈风水的世界 传统时代和现代社会的理想风水是什么 理想风水是什么 那么传统时代 如果抛开风水 就很难理解中国传统建筑的真正奥妙所在 很多西方人不懂东方的风水 但是他们感觉到东方的美 建筑的美 建筑是物 是体 而风水是灵魂 是美 是美 不懂风水 无法欣赏中国传统建筑 以及和它结合的自然之美 那么中国人所认为的最好的风水宝地是怎样的呢 风水宝地这个词我们经常说 富阴抱扬 这就跟刚才我们讲的曲线有关系 衣衫面水 富林平原 你要有一片能够生活的地方 左右有护山环抱 前有岸山朝山 拱益相迎 山上要有茂盛的植被 那么在不同的尺度空间里 这样的理想被不同程度的贯彻者追求着 理想风水模式 大家看看这个图 首先范围 前后左右 然后 龙脉 这像水流样的这就是龙脉 然后祖山 绍祖山 祖山也称父母山 然后吉祥地 这就是米龙 然后叉沙 玄武 这白虎 青龙 竹雀 这跟人读书一样的 前面要一个书岸 书岸是个小山 再远一点 称为潮山 就像你在跪拜一样 然后这要有水 关水 关水 这是水 那么水口 我下面还说水口是非常关键的 水口如果不好的话 把财气都流走 这里面整个是个气产 就是生气 米龙 叉沙 关水 点穴 取向 全在里面 全在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四例 刚才讲 在不同的尺度空间里 被不同程度的贯彻着 追求着 比如说我们这里 简化了的 最佳选址图 这是最佳沉址的选择 符合我刚才讲的那个 整个的 风水形式 那么 在小尺度的空间里 你不可能这些东西都具备 然后就对 我讲不同程度的贯彻着 最佳住宅 最佳住宅 样种情况 复阴暴揚 前面 有金龙环绕 这是住宅 其实很简单的道理 这一般是北面 跟西面 在我们这个东亚季风区域里面 北面和西面的风 是什么样的风 寒风 吹得人冷的 所以要有个山把它挡起来 不就这个道理吗 你换到篮板球去 那朝向就不一样了 篮板球应该是坐篮朝北 那才能晒到这样 土地 土地 空气 阳光 水 是一切生命所依赖的东西 人 当然不例外 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 那么最佳 那么最佳住宅 道路 河流 前面池塘 后面玄武 也就是山 最佳村子 然后这个图是这个图的一个形象画 你看来龙深远 骑士奔牛 水要伤还水扰 我们再看看 十三陵 的原貌 主要我这里说的是原貌 现在挖了个十三陵水扑 不一样了 十三陵 你看这个陵 它都是在什么位置 它这个点穴 点的 十三陵最粗的一个陵 是这个陵 叫玉陵 在这里 它最好的位置 然后这里我选了个小图 这是南京的 这两边都是山 三面都是山 郑气亭的 左边右边后面都是山 前面一个紫霞湖 紫霞湖当然是民国时候才建的一个 南起来的一个 为什么要选这幅图 郑气亭 蒋中正 蒋总统 蒋委员长 蒋校长 他的遗愿是站在 郑气亭 大陆和台湾会走到一起 蒋总统 可能像胡汉山一样的会回来的 怎么能把这个小岛上面吧 回来在哪里了 他想陪似在中山先生的边上 而郑气亭就是他自己选的目的 那一块我们给他留着在 一直没怎么做其他的东西 大家山修日的时候 没时间去看看 你不能在那里面看看还是可以的 对吧 大家看看那一块的风水 那一块的风水 郑气亭 中山岭 明孝岭 都符合 我这里所讲的 明氏三宁的这个 选址的布局 选址的布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 姓氏 , 船